国会反对党领袖纳都斯里安华今天在国会举证 以证明早前提及首相纳都斯里纳吉 一个大马理念抄袭以色列的一个以色列指控属实 并促请政府取消与APCA公司的合约 同时成立皇家委员会调查正宗丑闻 他认为政府与外国公关公司的合作将导致国家重要的资讯曝光 同时国家一些特定方面的密谈已经导致国家战略资讯外泄 让以色列间谍掌握而大马会教徒的尊严也因此受打击 他说首相也要解释为何他的顾问兼ETOS顾问公司老板奥马穆斯达法 推荐APCO成为国家主要政策的顾问 此外安华在国会也举出两份合同证明所说不假 其中是APCO国际公关公司与大马政府2009年8月4号签署的合同 毁认APCO公司改善大马政府在国外的形象 这份文件的签署见证人就是首相南都斯里纳吉的新闻秘书 东姑沙利夫丁 另一份文件则是以色列政府与APCO公司之间 于1992年1月9号所签署的合同 该文件是在巴拉克领导以色列军队期间所签订的 安华本月17号参与国家元首施政遇词辩论时提及上述的言论 而受指示今天作出解释 他强调这些文件足以证明APCA公司与以色列之间的关联 安华说他今天并非争辩一个马来西亚理念抄袭一个以色列 或者他是犹太人的中介人 而是关系国家安危的课题 包括国家政策可能曝露于外国情报局 他指出纳吉至今仍未针对其谈话给予回应 包括公布政府与APCO的关系 合作形式涉及的顾问 APCO对政府的影响等等 上述事项反映出 APCO并非一家普通的公关公司 来提高首相的形容或专写演讲稿 而是直接参与政府的政策 令人遗憾的是 这项服务用了约2000万令吉公币 请不吝点赞订阅